今天这么晚了,大家依然兴致勃勃地观看我们的节目 说明大家都喜欢对艺术美进行享受 对,也说明了大家都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大家都爱美呀 要谈美的话,还是你们年轻人 您别客气 我了解您 什么呀? 您这老头也挺爱美的 我都什么岁数来美呢? 你别不好意思 您说说您爱美不爱美 就说爱美,也美不到哪儿去了 我来举几个例子说明 那你说说 刚才在后台 您一人往镜子前头一站 弄点红膜手上,脸上 摸完了以后冲到镜子那儿 一站站了20多分钟啊 谁都挤不到前面去 干什么呢? 要上台了,早吃早吃 还说您已经年过半百,青春已过 早过了 可是看您往镜子前头站,冲着自己 那一乐那尽头 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 因为我越看我自己 绝合,越有看头 哈哈哈哈 再举个例子 你说说 这两个例子 您说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也爱美 这叫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谁都这样 作为美来讲有一个普遍的特征 什么特征?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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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能产生美 哦 给您举个例子 你说说 你比方说吧 比方说就跟着长相来讲吧 这个模样 平常我们说一个人长得好看 我们怎么 要从脸上来说是五官端正 什么叫五官端正? 呃 就是说这个人的五官呐 一样一样摆的都是地方 解释基本合理 对吧 要说不好看 我们总要这么讲 您看这人怎么长得五官都挪了位了 这就说明他五官没摆对地方 你看那个五官很有特点 真是这样 他是通过对称产生的和谐 哦也是对称 你看人长耳朵 耳朵你看这边长一个 你看这边也有一个 对称是吧 眼睛这长一个 你看这还有一个 这好看 是吧 鼻子这长一个 嗯 您哪还有一个 咱把我这也算上去 不算吗 鼻子嘴每人就一个 有一个得长得是地方 是啊 正中劲的才好看 对得取中 你不信把鼻子歪着长塞棒子上 那就难看了 耳朵鞋子全是长脑门子上 这成小白兔 不好看了 嗯 大家在生活当中发现对称产生了和谐 和谐 和谐产生了美 嗯 那在生活当中追求美的时候 大家又去注意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和谐 这怎么注意呢 啊 这不是简单的对称和那个数字的对比问题了 哦 你比方说吧 嗯 穿衣服 穿着打扮 服装和服装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呃 你具体的说一说 你看咱们今天穿的这是普通的军便服了 对 前面有些演员穿的是西服 西服 穿西服得扎领带 那好看 扎领带里边必须衬上一个带领的衬衫 才好看 把那带的衬衬衬里头 哦 那要是穿那个圆领的和尚衫呢 也搭领带 嗯 那就得把领带直接勒脖子这块 勒什么 这儿逛要着 前面这儿搭来着 这儿成活锁了 不敢跑 为什么呢 一跑 呦 呦 怎么了 沙后几年上去了 好 这要下楼还得注意 怎么呢 要挂钉子上一出了就上吊了 对 谢谢您 他注意到了 哦服装和各种各样的服装它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真是怎样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服装颜色样式搭配的很好 那是注意到了服装样式和自己的体型的和谐 哦 比方说吧 嗯 有一些青年伙伴们喜欢穿那个喇叭裤 啊就那个喇叭口 喇叭腿 喇叭腿的那个裤子 它是通过直线条和斜线条的对比 对 下面往下延展一下 给人一种一看有个挺拔的感觉 只要样子不怪还真好看 什么人穿 分什么人穿 这还分人呢 它有个体型的关系 和谐问题 是啊 你瘦人 腿长 个子高一点 穿着线条清晰 显着好看 哦 要是大胖子穿那个呢 胖 啊 腿又粗 为了赶尸毛也穿那个喇叭裤 啊 也穿那喇叭口 裁方不好裁 是吗 你腿太短 打腰那就给你往下裁 对了 那还好干吗 他áb close 这就难看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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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胖一点的你穿那个制服的裤子 哎 哎 就是胖一点都显着水绵 哎 当然什么都不能太过了 对 你像那喇叭口啊 太宽咯 也不好 有一些伙伴不同意这个观点 嗯 他们讲了 讲什么呢 你看那个舞剧思路话语 里边那英娘 人家多大的喇叭腿啊 三指三块 人家照样好看 人家那是在台上 这是艺术的和谐问题 对了 舞台上的美 有它的独特表现方式 它是高于生活的 拿英娘来说吧 尼龙沙的喇叭腿 三指三块 在清歌漫舞中 给人一种飘然欲鲜的感觉 好看 它跟那个服装色彩布景 整个搭得起来非常好看 对 你要是生活中穿这行吗 不好看了 九五十啊 也穿这个尼龙沙的喇叭腿 三指三宽 宽着点 上公公汽车就麻烦啊 那怎么麻烦呢 那么宽 人上去了腿还在门外头呢 你说这多麻烦呢 还得求人家售票员 怎么求 还售票员弄这慢点关门 干嘛呀 我先把腿捣上来 好 快点捣吧 捣上来也走不动啊 为什么呢 这么宽的裤腿 不是这个家的 就是那个彩头 还是麻烦 不明白的人 你还问呢 问什么呀 又喝这是谁穿降了伞上来了 嗨 有穿降了伞 不好看了 当你注意了服装 颜色体型 各种各样的和谐以后 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 礼仪风都还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哦 这还有关系 当然了 有些伙伴穿的衣服服装 都挺好看的 挺漂亮的 走出道来不像样子 怎么走啊 比较随便 两双往兜里一揣 走起来这样 好 横着走 得谁撞谁 那可不 不留神 撞电线杆子上 自己疼一个礼拜 这不是自找吗 你这种样子 就把你那是好看的衣服 给显着不美了 都给耽误了 是不是啊 你问他 他还有理 说什么呀 这叫运动事 运动事 运动员事的人都这么多 连运动员都像你似的 运动员比他动得厉害 真是的 人家分在什么地方 这得分场合 这个动作跟环境和职业特点还有个和谐的问题啊 我们在那个首都体育馆 我们经常组台演出 就是联合演出 后面有舞蹈演员 舞蹈演好动啊 人家老在活动 他跟你谈话的手脚都不闲着 对 往这一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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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这么动 活动 他 李老师今儿您也来了 我们也演出来了 是吗 您可爱听我们的节目吧 爱听啊 是不是啊 我们也爱听您的节目 那好 是吗 我们今天有新节目吗 今天有一新的 是哦 听好了 也不行时间到了 我上去了啊 哦 该上台了 上场了 你就在这一看 他跟烟似的就过去了 那很自然 飞走了 因为人家是舞蹈演员 你看还挺舒服的 教室吗 他符合这个环境的特点 对 跟那个环境是和谐的 嗯 你说你说在公共汽车 你碰上他 他也这样 你看他就别扭了 上车也这样 这儿他呢 李老师您也来了 我上班去 老婆 今儿您可够晚的 你也上班 我也晚了点了 是啊 我抓紧时间活动活动 哦 还得赶紧下去 为什么呢 后边人老捅我后腰这会儿 你还捉人胸口了呢 我走了啊 走吧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腿塞门里头了 有你这么下车的 这样好看吗 难看了 环境一变就不显着和谐了 还真是这一样 对不对 对 大家在生活当中 在追求美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和谐 这样我们的生活 就会在美的旋律中 是翩翩起舞多彩多姿 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你不注意这些 生活当中还容易出矛盾呢 这能出矛盾吗 我有个教训 什么教训呢 前一日子我跟我父亲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呢 我父亲呢是个老工人 对 他不是退休了吗 对啊 过生日的时候 我想给父亲买一个生日礼品 你说我买什么好 你给老人家买一身好衣服 他不好穿呢 那你给买生日蛋糕 他也吃不惯 那你给买什么呀 我一想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丰富一点 这倒是 为了让我们老头的屋里美一点啊 我给他买了一个维纳斯的塑像 维纳斯 就那个没胳膊的 知道 这是古希腊的艺术家作 传世的真品 对 好看不好看 好看 漂亮不漂亮 真漂亮 摆在我们老头桌子上 老头眼都直了在那 他欣赏了 生气呢 哎呀孩子你可真够意思啊 这这么冷的天 你弄一光身的小人这站着啊 你倒不怕他动着呢 看不惯 去去去你给我拿走 你给我拿走拿走 不要 不是不要 你看我这屋里都是什么呀 我这是八仙桌 硬木椅子大条案 我这还有胆瓶 你弄他在憋腿这么一站 合适吗 这个 跟这屋的东西不相衬了 我当时我不爱听了 我说爸爸是什么合适啊 您这摆兔爷合适 我哪给你买去啊 谁让你买兔爷了 不是 您怎么这事 你给你买了 您懂不懂 这叫 线条美 线条美 您知道 跟老人别老强调这 强调这 你们上了岁数人 你们就得学着点 一个小人学什么呀 学他别腿那么站着 不是让你学 这小人 他这东西他不一样 这怎么不一样 他有用啊 这有什么用啊 您在屋子里的 您屋子里的 您招待客人不招待客人 招待呀 招待客人他就提作用 他给汽茶倒水了 谁让他汽茶倒水 我说你有了他以后 您这屋子里的环境 他就给收拾了 他会扫地吗 那还是的呀 您不是上算数退休在家了 在家里您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 他会致感冒 不是 您不是腿脚不利索吗 他给我换煤气罐去 您怎么老让他干活啊 你不是说他有用吗 有用我是说 您不是在家里没事吗 我能跟他聊天吗 谁让您跟他说话了 我说他也听不懂了 你这不是抬杠吗 他顶起来了 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爷儿俩就吵上了 你瞧瞧 吵到最后我急了 我跟他讲了 我这是我给你买的礼品礼物 我让你屋子里没点 您知道不知道 你父亲说什么呀 我父亲听完以后 哈哈哈哈 听见回乐了 孩子 这东西是个好东西 奔摆什么地方啊 摆你们家你是演员 跟你们家那家具 这都四趁 你 我这屋子 我有我的乐法啊 我就希望我桌子上 摆个一星的泥茶壶 墙上贴脸 付对子挂服 人家看着舒服 我心里也不格冷 你非弄这么一光膀的 往这一站 我看得我凉得我 这话还真有道理 我一想啊 老人家 要求屋子里的摆设美 是跟他的生活习惯 一种非常和谐的美 符合他家庭特别 这件艺术片很美 但是跟这个环境不斜的 就产生不了应有的美感 对了 你这不也想通了吗 想通了 把它拿走得了 我刚想拿走 就在这时候我一找 这个维纳斯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我爸爸也纳闷啊 是啊 要这东西没胳膊 他这腿还挺勤快 好 我自己打了 正找着呢 我妈进来了 别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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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儿呢 老太太拿去 人俩在一块 就抄着抄 抄抄抄 谁不张得动手 收拾收拾 你看我给收拾收拾 这不是放哪儿都合适了吗 收拾了 我一看这维纳斯 我不是就乐了 怎么收拾的 我妈找了点碎布头啊 干嘛呀 甭了个棉本心给穿上 干嘛呀 干嘛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